26歲年輕爸爸中紀元 對未捉魚的B女掌刮、撕臉兼激烈搖房 星期一在高等法院承認若疑及刑事恐嚇一共四條罪 法官星期二判刑 受害B女經診斷後證實出現嚴重腦缺氧及腦水腫 現在仍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她右眼失明,而且需要依靠呼吸機呼吸,猶如植物人 案情指,前年11月底,被告女友刪了B女 一家三口住在洪水橋一個租住單位 被告外母之後也搬來同住,但經常與被告吵架 在前年12月上場的一天,女友發現B女右邊面有雨痕 被告聲稱與B女玩造成 當時女友已警告被告不要暴力對待B女 到月中,被告女友聽到一個女哭 見被告掌刮B女,又不停叫女兒不要哭 之後再抱起的女兒幾次用力搖晃 女友立即抱走B女 到月尾,B女的媽媽抱著哭不停的女 被告接手後,女兒仍然哭不停 於是掌刮的女兒左邊面兩三次,還打到啪啪聲 她即時叫被告停手 之後B女媽媽發現被告不停在找有關嬰兒病症的資料 又說女兒似乎不妥 期間外母衝口而出話 是否死了,死了要報警 被告聽到一手抱著女兒進廚房 一手拿菜刀衝向外母,斥責外母就酸女死 她們當晚先將B女送到屯門醫院 醫生診斷B女出現搖晃嬰兒綜合症,傷勢有可疑 轉交社署和警方跟進 去到去年1月4日,被告被警方帶處調查期間 承認曾經掌刮的女兒三次 和搖訪的女兒四至五次 又說不知為何會這麼重手,警方隨即拘捕她 辯方求情一時說被告任職廚工 工時長,兼且有時要通宵開工 但外母和女友未有在B女哭時立即處理 令她男人被女兒吵醒,最終用錯方法宣洩情緒 導致悲劇發生 多望記者10指號